吴建豪宣布登记结婚仪式后 立即成为舆论的焦点 回台后的第一个通告 更是引来大批媒体 来目睹准西兰官的风采 8月17日 节运杯街舞大赛 吴建豪受邀出席 并驿展五王身手 近日身为基督信徒的 韦奈斯与您有事否同层 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 十分忠于自己信仰的吴建豪 对此澄清道 刚结完婚嘛 那有没有计划 什么时候要认好 我先我先 把事情说清楚好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直说 已经结婚已经结婚 其实这个完全还没有发生 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发友说要去约 说可以去那个 做什么登记 去约那个婚名去登记 对啊 那所以还没有真正的结婚 之后吴建豪表示 虽然还没有计划 但表示希望婚后尽快生个宝宝 以免自己没有体力 与孩子玩耍 婚礼时间也还未确定 一切都要依亲友的时间来确定 而兄弟周玉民日前表示 希望带女友于红约一起出席婚礼 并对F3的伴郎团充满期待 当然民怨也是如此 对班约给我上去 如果我不选我弟弟 我相信他会杀了我吧 其实很多本事很希望看到 那个你要去卖F3 然后变成F4一起 你会有这样的结婚吗 到时候看这个集婚 其实能凑 其他三位的时间 真的蛮难的 对啊 虽有卖关子的嫌疑 但这样的回答 也是足够让人揪心 但是为了众多粉丝的期待 Wayness 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Way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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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